那和女演员文彩媛 拥有甜美外行精湛演技 备受观众们的喜爱 然而她却长期遭受算命攻击 根据还没报道 过去曾有一档综艺节目 爆料女演员Amo滥用职权 随后更传出了Amo就是文彩媛的谣言 令她感到很受伤 网路上还有一名男子 自称是文彩媛的男友 并多次释出假消息 甚至进行性侮辱 这一周文彩媛决定起诉对方 该名男子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日前文彩媛的经纪公司发声表示 网路上有许多与文彩媛相关的假消息 严重损害了演员的形象 声誉 更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经纪公司持续获得 粉丝们协助监测报告 因此计划由律师事务所提告 未来将采取严厉行动 绝不会宽大处理 长硬态度获得粉丝们大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